字幕製作人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杨树文字幕 欣彦 欣彦 今天要介紹給你的 它是蔬果椰菜沙拉 左邊有吃附書的 一樣可以打開到第101頁喔 那今天步驟比較多一點 首先我會把花椰菜600克 放到我們的調理杯當中 那我會加就是可以把它覆蓋住的水呢 去把它覆蓋好 然後再把它攪拌碎屑一點 所以今天的粘體來講就是用手動的模式喔 好那弄完之後啊 我就會把它那個水給濾乾這樣子 好那我們花椰菜已經就是弄好在旁邊了 接著我就要開始製作沙拉醬了 那我們今天沙拉醬準備的東西有檸檬汁 那我還加了覆蓋煮醋 那以及美乃滋 還有一些調味的鹽巴以及黑胡椒 鹽巴是1分之1小時那黑胡椒是1小時喔 那因為它的量也比較少也不是很硬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可以用順轉喔 知道什麼是順轉嗎 就是這一顆 右邊這一顆有沒有 你要壓它它才會運作 你如果不壓它它就不會運作囉 那我們來試試看吧 好所以你就前前後後按個3-4下左右 你的沙拉醬就ok了 那我還有準備了一些就是果乾跟 果乾跟堅果凍之類 那因為杏仁它也比較大顆 所以我杏仁會一起加進去稍微做攪拌 還有葵花籽 那它們兩個用量都是75克喔 好所以前後不用攪拌太久 那我們的沙拉醬就ok了 那時候你只要取出小盤子 那你可以把你的沙拉 我先把沙拉醬倒出來給你們看一下 那這個沙拉醬啊就可以淋在我們剛剛說的花椰菜中喔 所以如果你是牙口比較不好的人的話 你也可以製造蔬果椰菜沙拉的 嗯 那今天心裡的遊戲好好這邊 掰掰